政府並沒有義務向租戶續租 舉例說村屋的入啟花園和非入啟花園 價格亦都有分別 他說短期租約的安排行之已久 部分土地如果不以短期租約批出 亦都未必是有效善用土地 對於非法霸佔官地的情況不時被揭發 王偉倫說政府增加執法人手 面臨一定局限 但是精壓要處理的個案 已經由七千多宗減至二千多宗 相信未來兩三年可以處理得到 曾任地政總署署長的常任秘書長林漢豪說 非法霸佔官地就算只是一宗 都會挑動社會神經 又說執法人員再多 亦都需要公眾協助監察 他認為未來地政總署 可以考慮公佈大型執法行動 提高阻嚇性 亦都可以宣揚政府正是採取行動的正面信息 被問到現屆政府會不會再考慮成立海濱事務管理局 王偉倫就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政綱 已經提出要推動成立海濱管理局 未來會再考慮 但未必會採用 好像過去政府提出要注資過百億元的做法 現時政府已經投放了五億元 被海港辦事處改善海濱 事業電台記者周仲儀